對抗氣候變遷 新北市積極參與的是國際低碳行動 也舉辦了永續跟能源轉型論壇 邀請了英國跟日本專家到台灣交流 同時向脫美者聯盟遞出了申請 希望在二零二三年打造新北成為無媒城市 同樣是海島國家的日本以及英國 跟台灣一樣面臨氣候變遷影響 未借近他國經驗 新北市府是舉辦國際論壇 邀請專家來台交流 分享新北推動的低碳政策 面臨環境污染各個城市都在積極對抗 新北市也不例外 目前以及積極整合市府資源 並帶動民間力量同路減碳行動 目標二零二三年藍莓工廠將全部退場 二零二三年能夠變成一個無媒城市 那過程中我們會採取一些措施 包括氣增工程包括因為窩魯的一個 這些不要再採用這個燃煤的方式去做 所以我們往這方向去做 那因為那個脫美聯盟 世界的脫美聯盟也邀請我們參加 我們脫美聯盟組織 我們在即將短期內 我也把我們的申請書提出去 希望能夠成為台灣第一位加入脫美聯盟的一個地方城市 氣候變遷是全球的環境議題 新北市作為人口最多城市 是帶頭節能減碳 打造一座適合宜居的低碳永續城市 記者綜合報導